新北市长当选人侯友宜感恩茶会之旅 今天早上来到淡水地区 并且向三只石门等市区的竞选干部 表达了十二万分的谢意 侯友宜说到淡海轻轨的未来 会将人潮带进地方 因此海洋休闲观光策略 再结合淡水游艇码头 将会带动海上的产业 也让淡水人在地方就业 不会是一个梦想了 新北市长当选人侯友宜感恩茶会之旅 今天早上来到淡水区 在新科议员陈伟杰 现任市议员蔡叶伟陪同下 答谢三只石门淡水 以及巴黎四个区的竞选干部 侯友宜表示高选票就是一股压力 未来要扭转这股压力变成动力 让淡水在地产业活络 创造在地就业 要给各位深深的一级光 感谢各位的帮忙 谢谢 最重要的是市民 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所以这段时间 不是只有在做人事的一些布局 更重要是思考 我们曾经讲过哪些话 未来像我们的淡海跟巴黎青葩 我们当然要入入虚写器做一个规划 我们记得今天 好像是淡海青葩在市营营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让我们的淡水能够在地的产类活动化 我们能够在地就业 其实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侯友宜表示这段期间不只是思考 人事布局更要思考对于市民的承诺 加上淡海青葩第一期即将通车 未来巴黎青葩要陆续规划 淡海青葩未来将会将人潮带进淡水 因此海洋休闲观光策略 结合淡水游艇码头 带动海上产业 让淡水人在地就业 不见得要到台北市上班 是未来重要的方向 所以今天侯市长呢 也特别来到我们淡水地区 跟我们第一选区 所有的支持的乡亲民众来感谢 感谢他们在选举过程中的一个支持 还有最后用选票来证明 让侯市长得到高的名义 未来有这样的一个依据 可以来为我们的市民 来从事各项的建设跟福利 不管是三环六线 不管是老旧社区的都更 都是未来市长要继续来努力的 侯市长有他的这种魄力 那我们希望说呢 他为我们北海地区 争取更多的福利 更多的建设 那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北海所有的乡亲市民好朋友们 我们也都做侯市长的后盾 对于他的一些建设 对于他什么呢 我们都来支持他 现场有不少的支持者 要求与侯友宜合照 而另外侯友宜也要在场的竞选干部 称为最有力的监督力量 未来市府要拼的是 让人民过好日子 至于三环六线是否 朱规侯遂 侯友宜强调 每一个人当选市长 都会把三环三线完成 至于另外新增的三线 包括了淡水到巴黎的青鬼 深坑青鬼 五谷泰山青鬼 都是市民所期望的交通建设 而这些都要全力以赴来完成 记者许多安一 对全赛放不倒 谢谢我们 谢谢大家